所以一个学佛的人 第一个信力一定要够 你只要没有信力 你再怎么学都提升不了 这个信力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信心 所以必然可以成 可是他如果停留在这边 我们众生就会因此而掌咬傲慢 这个信心哪里不好 就变成是一种供高我们 当然供高我们其实不是信心 我们众生会把这些名词的意理缴获 缴获分不清 所以这个信心提炼出来之后 有一个他的一种仰赖 这种仰赖是建构在信心的基础 他就不是一种依赖 他有这种重养的意思 重养有一种要效法他的意思 所以这个叫做信他 信他就是诸佛菩萨的教诫教诲 那么一旦有这一个神秘运作 你的自信就不会流于供高我慢 因为你有一种所谓平等 牵怀之意 有一种效法于他 供高我慢的人是不会效法于他的 是不会效法于他的 所以信他有很大的作用 那前提是这一些过来人 非过来人也不能信 非过来人我们的执迷的信 就是要做一种所谓的自卑 那你看这时候自卑跟供高 我们都是一种不好的生命形容 一种就是不信 不学习的意思 一种是这个自卑 说没能力学习 所以他都是往负面的生命带领 所以信制 再来信他 你才会有这一个精进力 跟这一个持续力 耐性的一种发展 去接收这些所有的现象 跟离体的存在 所以就衍生出来 所谓的因果关系 跟一切存在的理路 所谓有体 有相 有四相 有他的离体 所以性果 性因 性理 性事 就有这六个性的层面 衍生出来 那么这六个 也是一个约分 有时候细缩无尽 这约分的六个合在一起 他这一个具足 这六个意理的一个字性 他就是佛教在讲的信力 所以光是性都不简单 那么华尹告诉我们 性解行政 对不对 他把性摆在第一个字 也就是说你没有第一个步骤 这是一四分正来讲 那么为什么要有四分正 四分 就是有一种分野跟次第的意思 本来我们生命状态 佛法的学习 是没有这些次第的 他是圆融不爱行步 行步不爱圆融 他是含融一体 集习而成的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些四分正 也是古诗大德 无尽慈悲 因为他观察到我们 云云众生 没有这一个根器 少数上上根人有 可是以大数法则来讲 没有所以如果你没帮他 做一种所谓的 俗称而散巧方便 规划一下 铺陈一下的次第的工法的话 即便这也是一种假象幻象 但是这时候就是 以假引假 所谓我们世间人讲 借假修真 对这一种生命状态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永远都没办法自觉 所谓是圆觉的体性 也是有这一些 曾经有这一些功法 而累积出来的 那我们还没有累积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盲目于衷 所以了无出奇 所以在四分正里面 就有把他 约分体练出来他的步骤 所以第一个叫做性 那么这个性 没有你就没办法去解 你不会有这一个力道 性的力道 那么我们现在的人 又常常把性挂在嘴边 说我最具有信愿 所以我当然可以要去理解 当然可以要去学习 可是你发现 多数人讲最有信愿的时候 你未曾看过他 真正去入学这一个阶段 他也许有接触 可是不等于学 那学接触 以前它是同一件事情 可是现在的人 又要很麻烦 说学又接触又不等于学 他到底是怎么样 很麻烦 那这一个含乎的概念 也都是来自于 第一个字没有 没有我们又会说有 对不对 你又说你没有 然后人家说我没有 我会说我有 那我们就会开始产生辩论 对不对 然后你没有 然后你就会说 那我没有怎么会来学 那这时候人家跟你说 你没有学 那我没有学 我现在在干什么 然后这时候再讲下去 你就得罪人了 对不对 你在这里发呆 对不对 你在这里度估 对不对 你在这里瞎缴 对不对 你在这里 也不知道干嘛 所以一大堆一大堆 都跟学无关 可是却存在 那你要知道 这个真的跟学没有关系 这个跟什么有关系 跟远有关系 也许只是我们过去生 甚至是曾经 呆过生命成长的文化体系 那这个比较广的来讲 假设你们浓缩在学佛的话 我们待过学佛的领域 可是是那个领域 是学佛的领域 不代表我待过我在学佛 不是这样 因为我都没把它搞清楚 都明白哪有在学 那这时候就变成一种依赖 那时候不是没有养 没有一种重养的状态了 依赖 变成一种所需 这种所谓商业考量 什么叫商业考量 我要解决我的问题 你给我 你给我之后我要多少给你 多少当然不等 也不一定是钱 因为有的世界没有钱这个东西 天上就没有钱 他又不是用钱 好像只有人在用钱 你看山林里哪一只动物 这只狐狸跟那只狐狸 要用钱买东西 没有这种事情 好像只有人类这样子 很多外星人也没有在用钱的 都没有 这些就是一种文化的渗染 文化渗染的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这一种习气 习惯 那习惯什么 为什么它叫习气习惯 你看到达习惯的运作的时候 都是不太自觉 你会发现 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怎么会这样 他们会这样 然后最后这些事是错的 产生人生的悲哀 在造成人家的麻烦的时候 人家又执意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 我糊涂了 糊涂了就没事了 不是 你糊涂了 你就一直把你自己的境界 一直往下降 那我们常常会用糊涂 来给自己脱罪 那这个糊涂的脱罪 又造了一个业了 那你老是用糊涂而脱罪 你代表你不愿意去正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永远不可能清醒 因为你又在造了糊涂的惯性 你看那成人迪恋 那这些其实都是从我们原来 头脑清除的状态来的 这个头脑清除的演绎 到已经熟悉了变成一种反射动作 所以反射动作就不用头脑 对不对 那你看这时候其实就是 你头脑就运用到如火存清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还是用你的头脑 也有你的意在运作 你的意识程在运作 所以这种东西很可怕 当他跟身体过的时候 深深深深深的流眼 来到这一辈子 又有机会遇到 学习佛法的文化的这一个境界向的时候 我们又再来一次 因为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模式 所以我们不太会用一个 很亲民的脑袋跟心境 佛家讲起关照力就更不用讲了 对不对 那个是不是用脑袋能办到的 这时候我们就用 连粗糙的脑袋都不用 我们又会开始把一切 我认为 我认为就不一定是对的 我认为的对都搬到我自己身上来 所以从那个信 我们就很固执的说 我相信 我是最有心愿 可是所有的互动的行为 都在表征我根本不信 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学 你跟一个人学 然后你说我相信你 你讲的我都相信 然后这时候他跟你讲什么 他可是但是 你马上可是但是出来 那你又没有相信 他说你那你这样就没相信我 对他说不是不是 我不是没相信的 我是真的最相信你了 我只是 但是都永远这样 所以你看都在轮回 我刚刚前面讲的那种生命状态 所以我们连第一个性质都难 所以你就知道 华言学修 初阶从初信菩萨算起 那个信多难 你那个信力一发 一般我们大宗的佛法上讲 叫做发菩提心 没有信的人 菩提心是发不起来的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 讲叫做你没发菩提心 你就是不信 那你只要不信 你就没办法学 叫做解 你没办法理解 所以在初驻菩萨以前 有十个位置都在讲信 你这个信力的作用力 有多强 你强到最后的灵界点超越了 你才能真正了解 你看佛法从这边开始讲 那你就知道我们人世间在讲 我相信你那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个都不能解释 也不能论辩了 因为你一定会得罪众生 因为你一讲 只要你清明头脑 你就说你根本就是在撒谎 对不对 撒谎 或者你耗变灾 等等一大堆 这些负面的运作 都会从那个 我以为我坚信开始 那这时候就乱掉了 所以佛法 只要你菩提心 最初阶的这一种 我们还不是指 成熟的这一种 最初阶 那像就成熟 叫不成熟的这一种 不成熟人家还是对的 那我们坚信自己是真的那一种都是错的 你看 你看人家还不成熟 还自觉 我不太信 人家也真的信 那个就是什么 一发这个菩萨的菩提心出来的时候 他信力出来了 这个信力就让你顿身为初心为菩萨 那在小城 相对应来讲 叫做虚陀环 出国虚陀环 你马上就证了 那这个信力 它 是一个保险机制 它担保了你 永不多恶道 所以虚陀环最多的时程 天上人间往凡七次 它就超越轮回了 它就可以证四果 以上三果四果 这样一直证上去 它最多只要七次 天上人间 那你看 最底到人间 你顾名是意 它天上人间往凡七次 都带着过去生的善缘在学习 在人间学佛 学所有比较力道比较高 甚至禅定功夫又更高了 又到天上 一上天上几乎都是超越色界天的 又去禅天 禅天又有一些夜远 又现前 然后再掉下来 再掉下来 又有过去生的基础 再人道又好修 所以来来去去 不出七次 它就可以拖轮回 那这个叫担保 永不剁恶道 那这也是很不简单 所以那个信出来就解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